接下来关注一下不中国习的消息 反贪污及捧党主义中心 西柏森特就质疑 新动党候选人 在不中的候选人 也就是杨美宁 上阵这个选区是有争议的 因为这可能引发利益冲突 西柏中心就列举了 IoI集团在不中选区所投资的项目 直言IoI产业遍布不中 坦言虽然杨美宁在担任 能源科医及环境部长的时候 是取得了许多的成就 但作为和IoI集团 运营息息相关的人 他能否公正做出优先考虑 选民生活的决定和能力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 西柏是怀疑的 对此我们来看一下 杨美宁的回应是什么 杨美宁是大表无奈的 因为他说从选区划分来看 其实地理位置上的不中 并不在不中选区里头 他是说不中选区是包括了像这些 斯利可蒙岸 斯利沙登 不中博迈 还有不中乌达玛等地 另外我们来看行动党赴财政 黄思汉也强调IoI集团在雪州有数项大型发展项目 像包括这个不中风组城他是规划在书邦国席的 而IoI城市购物广场则是归属在雪邦国席 那么杨美宁也直言 国会议员的职责是在国会立法跟地区上是没有太大的多大的关系 因为地区上是关系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部分 巡集西货觉得和企业家有关系的人同政将会出现一些利益冲突 这样的一个概念 杨美宁则是回应表示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每一个和企业有关系的人都不能够出来竞选了呢 杨美宁就相信有超过一半的人可能就不能够参选了 因此杨美宁针对这件事情就有一个这样的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